他不会用很多名相让你去搞老半天 从头到脚找一找 哪个地方是永恒不在呢 永恒存在的呢 这些都是一个因缘 哪有的头是我吗 手是我吗 是这些合起来 组合起来才叫我 无韵合合叫我 所以那你经常要这样观察 各位这个不是说 我今天读完就算 每天都要观察 因为如果你每天不观察的话 你哪一天用我职在做事的时候 那会起烦恼 所以我师父常会说 不要随便做会长 不要随便做词 不要说什么什么长 因为你还有一个我职的时候 让你有这个地位的时候 反而伤害人很重 做义工的时候倒蛮快的 叫你做主管的时候 就开始造恶业了 因为你还有我职 所以有我职人 千万不能做核心人物 因为他会伤害很多人 所以也就是说 不要随便叫人家做助词 不要随便叫人家做国王 做国王 如果你没有身性因果空性 那你在享受这个权利 有时候你就会排除异己 就会造恶业 所以各位每天都要洗澡也好 我经灌木珠如来 静泽庄严功德海 无浊众生离成果 同正如来进化身 用地道就在圣洁说 就是说你每天都要这样进化自己 根本睡觉了就进入空性 第二个比较难的叫法 法就是你的意识分别 我喜欢念佛 我那个错 万法都是无知性空的 这是一个方便的存在 所以第二 这个很容易了解法无我 正在寻找的意识本身 就是你言而彼此而生意 乃至对待的境界 所做的分别 那这个也是无知性的 然后这样你就能够慢慢去除法治 正在寻找意识的本身也是无知性 能如此证悟 这就叫法无我 那我想各位光这两段话呢 那你就要禅修很久了 而且你在面对任何 我跟你的关系的时候 我跟法的关系的时候 这两句话就法印 你要马上用 而且道理我们都知道 但是你要用到 真的能够去除两种我之 佛经里面讲的老半天 就是要去除两种我之 你才能够开悟 那我们一定没有 所以你不要跳过去 就算有 那更要熟悉 解脱之间 你熟悉了 你就可以帮助别人 就像中毒般尊者 用这样来解释人物我法物 就代表他已经证悟了 所以他就可以用很 所以深入且浅出的方法 引导别人看到自信 如果还没有证悟到了 他可以讲了一大堆 我们讲人物我讲三天 然后大家不傻傻 一团物 因为他证到 你也证不到 然后只是一个理论而已 所以为什么修行 要清净善知识 如果你没有清净善知识 那你没有办法 你用你自己有限的思维 去思维那些真理 你怎么看 站在一楼的 怎么讲都是一楼的风景 你怎么看到五楼的风景 你看不到这些东西 所以要透过善知识 来给我们引导 这两个各位 经常看 然后经常回光返照 哪一天 一跌倒开悟了 突然一个东西掉下来 开悟了 那祖师都是在 但是祖师的开悟 不是突然的 他是不断地就在思维 这是那一刹那 那一刹那 他就 哦 原来就是 那原来如此以后 他永远保持安住 保认在这种状态 保认在这种空性的状态 那才就来 不是说我知道了 然后知道了你还骂我 你还生气 知道了你还在那边起欲望 那就你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想实修实证很重要 第二个更重要了 除了去述两种 我指我们要追求成佛 那要怎么做 来 关于获得佛陀果位的殊胜教研 一 最初应该反复思维 人生无常 因果不虚的道理 二 严守自己所承诺的 一切戒律与誓言 再三修习慈爱与悲心 三 为了坚定自己的菩提心 千方百计的积累二种之良 四 以各种善巧方便 尽处业障 以证悟一切法三轮体空 五 射受一切善根 共同回向于一切友情 获得圆满大菩提国位 六 如果能这样的话 就不用为没有见到 阿底侠尊者而伤心 若要成就佛位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法可修 后学者也不用因 没有见到众老汉而沮丧 三 问 不是 这一段是 讲正佛果的方法 各位有机会 应该要到印尼的张碑 或是北岗堡路 用阿底侠尊者的修行 在那边请进金钟大师的纪念塔 都还在 活最大的快乐 活有阿底侠尊者的脑舍力 所以这是从孟加拉来的 因为阿底侠尊者 他是孟加拉人 后来他在西藏舍报以后 然后呢 他们还有送回到他的出生处 那边的老法师很慈悲 孟加拉现在是以活教 回教为主吧 少数少数的活教 所以今年那位长者又送了一些给大宝宝王 把阿底侠尊者的骨灰设立又送来 他们不是把它分开 他们就是泥土 泥土里面有一点点骨头 有一点舍利 他们保留原来的样子 所以就交给了大宝宝王 但是这个是有很大的加持 很大的加持 那因为这些尊者 他们留下了这些 他们的加持物 对我们来讲好像轻贱 所以阿底侠尊者 永永远远把他的荆州大师的设立者 放在旁边 因为一想到荆州大师 他就会掉眼泪 因为那是一种菩提心的 如母亲的教法一样 所以我们如何守护菩提心 就像见到妈妈一样 你就会感动 见到妈妈 你就会感动 那菩提心就是我们的母亲一样 我们要保持这种心态 那各位你要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 这个大乘佛教 你喜欢念阿弥陀佛 你喜欢念阿弥陀佛 你喜欢念甘马八千 都没关系 所以说它是你生命的依靠 它是你心灵的归宿 所以菩提心是你心灵的归宿 大悲心是你心灵的归宿 那你要有一个点 有些人一念到地藏经 就非常殊胜 你想到地藏王菩萨 那都可以 那你一定要有一个点 但是这个点不是世间法 不是先生太太儿女事业 那是世间法没办法 那是一个承担责任 但是这个点能够让你超越世间法 能够解脱生死 哪怕你是念心经的 都没关系 好 那我们继续念 因为时间不够 我们把它念完 第三 问 如果不离慈悲及菩提心 这是不是直接或间接产生利喀之音呢 总敦巴回答 一 这不但是产生圆满利喀之音 也是自然而然产生自利之音 二 如果不离慈悲及菩提心 绝对不可能堕入三恶去 此人现在就可以说是不退转菩萨 三 如果前世造了极其深重的罪业 或者今生遇见特殊的恶缘 虽然也有堕入恶去的可能性 然而仅仅意念一刹那 慈悲及菩提心 便可当即解脱彼恶去 并获得人天善去殊胜果报 因此慈悲及菩提心 乃成伴自他恶利之音也 所以以后人家问你 你叫什么名字 慈悲菩提 好不好啊 法是我们的名字 所以我们是为了慈悲心菩提心 而在奉献生命的 所以一刹那的慈心悲心 你马上可以超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一刹那就好 所以我们在回向的时候 念了半个钟头 这里面有一两秒 一两秒是在慈心悲心菩提心 很多众生就超度了 你离命中的时候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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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念头 是相应于阿弥陀佛的慈心悲心 马上就超度 往生净土 所以佛菩萨很慈悲的 就像一千个洞 一千个 突然有个洞 他就从这个洞把你拉起来 就像敌人一样 他也会看你一个空隙 把刀子插下去一样 所以你要在 你在一直 一天乃至七天 然后我们在念佛 我们在修行 一定会有哪一场 是慈心悲心的 但是如何让他越来越强 那你要不断地观修 那后面是几位 也像 噶当派的善知识 他们后来融入于格陆派 所以这里面写都是格西 格西就是博士了 那他们的精髓非常好 我们也念几段 然后呢 就要准备做武功了 来 1 内肉啊格西 1.若有对怨敌仇恨之心 不能成佛故 对一切友情当观父母想 2.平常是分别念 不能成佛故 对一切友情当观本尊相 3.对象的执着不能成佛故 应当了知 一切友情皆为平等 法界空性 好 这个就是密称的重点 父母 本尊 空性 所以像众生都是父母 然后呢 所看到的都是静观 都是本尊 都是净土 所以对一切 都要了解法界平等性 然后你要自己背下来这三句话 众生都是父母 就像各位烫了结巴 众生都是父母 所有的都是阿弥陀佛 都是死 然后呢 万法都是空 因为万法都是方便 祝缘 然后这个叫窍诀 放过来 第二 朗日唐巴格西 一 他人的相续 别人不能揣测 故对任何人也不能做诽谤 佛陀宣讲的一切道法都有必要故 对佛法不要有弦烈之分别 二 大圣行者所作除利益友情外 无有他法 故对利他发起兼顾的誓愿 三 在自己没有成就之前 不能度化他人故 依止尽处精勤修行 三 夏日瓦格西 一 女人乃一切烦恼之根本 故不依止欺防 二 饮酒乃一切烦恼之根本故 纵然遇到命难也不要引用 三 与他人频繁来往 那一切烦恼之根本故 请不要四处行走 四 积累财富 那一切烦恼之根本故 请断除贪念 这里面写女人不是看不起女人 因为她是对出家人讲会这样讲 对女人说 男人是一切烦恼的根本 反正意思是说 这些男女的感情欲念像 你要小心 你要超越它 放过来 四 夏日瓦格西 一 为解脱及辩知道之根本故 应严守戒律 二 为解脱及辩知道之核心故 应修持菩提心 三 为解脱及辩知道之阶梯故 应恒常精情积累二姿 五 能取与索取就像沾潭与沾的香味一样 轮回与涅槃就像水与冰一样 现空二者就像虚空与云一样 分别念与法性就像波浪与大海一样 六 多隆巴格西说道 一 对假力的显向不要执着 对有违法不要有长直 二 如患一样的法 坏灭时内心不要产生痛苦 三 对欲望和烦恼 不要减退对止力 不要接受世间八法 四 不要自成对待恶友 不要眷恋亲朋还有 五 对上师三宝不要减退信心 六 对身体和财富不要过于贪求 七 对文思修行不要失去信心 八 对力养散乱不要赞叹 九 对修持苦行不要减退安忍 十 对他人不要减退悲心 好 重不重要 真想念到天亮 法是最好的快乐 然后呢 更重要 按照这样去实修 希望各位每一句话都是戒律 你要这样看 每一句话我都要用百分之一百去实践 为什么 因为这些主持大德 透过了时代的印证 他们所说的教法就是 你但我已经不想念到 不管是才能治愁 关系我们现在的《世线》